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张老师淡点淡点 她还会做游戏情节的策划 她是一个人才 游戏打人身受伤识 却难掩不能说着秘密 一般的工作倾向于雇佣正常人 对你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都没问题 她眼头非常的远 练舞座的人删到不了 女猪豪杰 女猪狗狗狗狗是团献身不赢 那叫相当的了得 相当的不了得 太成熟了 我娶着做老婆不就完了吗 已是打算要骗人 这是她最靠的人称选择 这里是大型互动 人场真人秀 非你莫属 欢迎节目主持人张上宝 谢谢 谢谢各位 没错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 随心而跃 不不高音乐首期 非你莫属 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 12位波士团的成员 欢迎各位 第一位求职者 有请 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 所学的东西 跟我的理想都不太搭调 之后我选择了自学 近十年我是专门从事软件开发 在信息时代 程序员是这个时代的灵魂 他们能够决定这个世界的明天 于世宝30岁天津人 初中学历 大家好 我叫于世宝天津人 今年30岁 在计算机行业 我已经干了13年 专门从事软件开发 主要是ERP方向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希望找一份IT顾问 你这样的工作 那希望多给些鼓励 谢谢 好 那有些是吧 是吧有些紧张 有些紧张 不要紧张 找工作 专门要标注一下 说是初中学历 九年义务教育 这是肯定要念完的 念完了 为什么不念了呢 被老师辱骂过 不是不是 毆打过 也没毆打过 就是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安排我作弊 就是小学毕业的时候 安排你作弊 对对对 就是小学毕业的时候 就是为了升学率 对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下 跟着他们走 我觉得这辈子就是完了 我们现在通过大屏来看一下 他得的这个奖项 这叫什么 香港国际软件大赛 你得到的是 有前十名吧 然后之前从上半个作品里面 筛选出来 我把我十年的这些东西 给企业做服务 这些东西 我总结成了一套教程 基本上可以说 如果你的计算机水平 是能够聊QQ 能够发邮件的话 而且你在一个企业上班 知道你工作的这个流程 那么你看完我的教程 我保证你在两三个月之内 就能给你的企业 创造一些软件出来 卖吗 不卖是免费的 大家到那个网上搜一下 世保教程 然后就能够 世保老师都可以找到 完全就是 就是免费 给大家提供公共 对 开始是有一个网站 然后提供 就是远程教育平台 是在线互动的这种课程 然后录制下来 在网上发布 然后之后呢 人太多了 这个课程 把那负气就瘫痪掉了 然后就只好录制完了 再发布 因为网上很多人 都是做这种免费的 这种教程资源发布嘛 就是我也挺喜欢 又开始啰嗦了 免费的 其实大家都已经听明白了 就又开始啰嗦了 一会儿等一下 你看我的手势 我这样 就是 可以了 暗示 好吧 我认为人可以有梦想 重要的是怎么样去 接近梦想 并实现它 我这次来飞牛摸鼠呢 觉得这个节目 做得比较正 不是一个秀场 我希望我的老板 是一个工作能力 很强的这样的人 而且他最好是 提交喜欢 教育他的下属 我可以从他身上 学到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他实际上 看他所有走的路上 他都不喜欢坐在幕后 他喜欢站在前台 引起别人的关注 所以你可以理解 他的所有的求职方向 都是偏前台方向的 他的求职里面 专门有一个叫 制片人助理 这又是所谓何来呢 很多好的演员 最后会做制片人 制片人也会转到目前来 它是一个相关的 一个行业 他其实制片人助理 是他成为演员的 一个跳板 所以你现在 先是做制片助理 当了制片人之后 你要主演 自己做制片人的电影 这是你的终极目标 不一定要做主演 能免得超 我有个问题 就是我可能因为 在以前的节目里 曾经跟那个 一个女武术师交过手 然后那个被摔了一下 受过伤 所以我看你就是觉得 你的这个气质啊 稍微有一点霸气 一种小小的杀气 我不知道这个 你有没有注意过 然后会不会影响到 你对一些角色的一些 一些适配 一些选择 一个演员 他是有多面的 当然他也有 完全不能触碰的那一面 比如说我的 就是完全不能够尝试的角色 就是那种 清纯无知的小女孩 那是我 打死我都演不出来的 但是那种杀气 用得好 他可以变成妹 他可以变成知性 你先给我演示一下 杀气怎么变成妹 你稍等 你稍等 你等我躲开 你要跟我搭心吗 莫言搭心 好 开始了 莫言想再重来一次 因为他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只看到绍刚了 莫言 莫言 不要说 莫言 你这样的解释 有点无聊了 你都手脚冰凉了 好吧 可以了 回去吧 但是我要讲的 其实杀气非常厉害 你的演员非常厉害 练武术的人相当不了得 可以 您可以回去了 你说 他语言不论到什么程度 练武术的人 都相当的不了得 那叫相当的了得 相当的不了得 太成熟了 他不是小孩 他什么都懂 而且 你是打算要骗人的 是吧 他坐的这个位置 就是应该是一张白纸的位置 我们应当能够带动他 如果你一点不给我 能够教他的机会 我凭什么要带他呢 我跟他分享就成了 我娶他做老婆 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想 我再多说一句 我认为 他很适合自己干 他不适合去任何企业 去任何企业 超不过半年 等一下 你也希望他走到你身边 递给你一张名片 下来我们担谈 当然 这是他最好的人生选择 好 丁强是园林技术专业 对 有没有从事过 和园林技术有关的职业呢 这个没有 因为当初大学毕业的时候 找工作比较不太顺利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的手的问题 一般的公司来说 还是比较倾向于雇佣一些正常人 就是手的指关节和我们不太一样 对 没有展开属于 可以摸到我的关节 你像这里 中指着 真是啊 你介意不介意 我给你推荐的工作 但是因为我的范围没有 但我哥们是干这个的 你做完节目给我留电话 我给你推了 好了好了 那我节目下来再联系 因为少刚我觉得咱们不是找工作的 不是说来了 他都对口 但是呢 我有一颗心 就是说这个 我能帮上你吗 我感觉到了 我感觉到你那个心 不动不动不动跳动了 一样 我也可以帮你推荐一下 我们都要 我们愿意帮你推荐好不好 都可以推荐 但是那个钱 我先跟你说一下 就是少刚很关心钱 我知道干这个的 他不叫我很关心钱 我们管的叫做一线 叫一线蓝手指 这个比较的 就是工作很忙 但钱不一定很多 1500在2500之间 我先提醒你 大概是这个范围 那你说的这个价格太低了 我觉得这太低了 太低了 太好了 我至少给抬起来了 如果是一个纯的这个生手 到那是纯培养的话 也都是五六千起的 就因为这行 现在手机游戏 3D网页游戏 这些是需要人的 而且他不是一个简单的 只会建3D模 做CGI的一个技师 他还会做游戏情节的策划 和手机游戏的整个的策划 他是一个人才 但是我虽然没有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 是专门开发手机 他绝对可以做到 比一般的入门者 挣得更多 谢谢 您前那份工作 为什么不做了呢 不是不做 我一直还是在 现在还在做 对 一直还在 那家公司在 我今天是请假来的 是请假来的 对 我的公司里的人什么的 都非常好 对我来 对我都非常好 但是我的工作 到现在也没有签合同 也没有上保险 我有一种 怎么说呢 不安全感 不稳定 这小孩指头 这个关键有问题 在公司里不签合同 不给上保险 这属于严重违法 劳动法的行为 你回头跟你老板说 尽快给你补合同 补这个保险 如果他不补的话 按现行劳动法规定 不签合同 形成劳动事实 要给予达报薪税的补偿 你没不好意思了吧 就是现在你干了多少个月 你还可以再拿多少个月 如果你老板不跟你上 你来找我 我帮你打个官司 是警告的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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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是一个性格 快人快语的这么一个人 我可以说是一个面爸 在几个月当中 面试了几十家公司 可能不太合适 跟你莫属呢 可以给我这样一个舞台 然后让我直接去面对 这些老板们 能成长自己 今天这些12位老板 12家企业熟悉吗 熟悉 熟悉哪些 百合网 我若干年前到百合网面试过 是吗 什么职位 你不要说话 然后呢 下午去面的试 然后面试之后 他说六点钟左右 会给一个消息 然后当时我跟那个AXR说了 我说不管行不行 我希望您给我来个电话 但是后来我没有等到这个电话 这非常抱歉 因为 对 因为我们那段时间 晚了 多年以前的事 伤了我们多少年 告诉他晚了 不晚了 希望今天有机会 确实 我们以前是这样 就是 那个 那个经历以下的员工 在批量面试的时候 如果不合适的话 有的时候就不给回复了 你哎哎 稍等一下 确实是这样 你们什么公司啊 什么叫批量面试 我们是人 我们又不是货物 你怎么可以把我们这些人 叫批量面试呢 真是我刚 捞不住火我 张老师淡定淡定 没事 批量就批量嘛 没关系 我争取以后做不批量面试的那拨人 但是你发现咱俩有一个共同点 性格都算火爆的 对 点火就着那种 你着吗 我着啊 必须着 碰到不公平的时候 必须着 比如说 小的时候 就前几年吧 有一次坐公交车 公交车上有一排黄色的座椅 也叫老幽病残运专座 是 抱小孩的 没有人给他这样坐 然后这上面呢 坐的也基本都是 符合这个条件的人 但只有一个年轻 年轻一点的 男的女的 女孩 女孩 我就轻轻拍他 您好 我说您坐的是老幽病残运专座 他就这样看着我 我刚才都让了 现在赶快还让 我当时那活 然后您知道我怎么回的他吗 你怎么回的他 我说 那请问 昨天你也吃饭了 你今天为什么还吃啊 说得好 然后 然后 他就出言不逊了 就 就开始 有粗口出来 对 咱在哪 咱在哪 你还用理啊 咱也伸打理不亏啊 赶紧 我就把他坐上 耗起来了 就撕搭起来了 还撕搭起来了 然后再过来一会儿吧 我就特别不好意思的发现 他有一件衣服在我手里了 当然讲的那个故事啊 一方面为他加分 显出他是一个热心厂的女孩 但是其实在职场当中 也为他减分 特别是跟他求职的工作 有点些矛盾吗 今天主要要找的工作 做是什么工作 侧助于呼叫中心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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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客服 这样的培训 对 我也是做培训的 所以刚刚听你这样叙述 我觉得你的情绪管理能力不是很强 你怎么会去做客服啊 因为客服人员 可能客户会给你这样那样的抱怨 你们公司产品怎么这样 我要退款 你怎么说 你去死 作为一个专业的客服人员 不会这样回答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很难产的客户 我就跟你说你们公司产品真了 我要退款 那想请问您订单号是多少 2088 那请问您遇到了具体遇到什么问题 需要退货呢 总之我就要退款 因为你们公司服务不到位 总之产品也不好 培训不到位 我觉得说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样 退款 好的 那您看女士是这样的 我这边只是前台的客服人员 我这边帮您记录一下 稍后帮您反馈至投诉部门 有专人核实之后会为您解决 您看这样可以吗 等一下不要鼓掌 我认为他不合格 好了 各位先不再追问问题了 12位 你们决定让严冰杰棄去还是离开 请选择 最后一位求职者 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呢 有请 王杰21岁山东人 技校计算机专业 中专 哈喽大家好 我叫王杰 今年20岁 来自山东 08年学习了重级计算机 09年来到北京学习了高级化妆 今天想应聘一份平面模特的工作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你想要模特工作是平面模特 对 你的自信源于哪里 我的自信源于我的自信 空虎 美丽的外表 优雅的内部在 王杰 请你先认真的回答我 认真的回答我这个问题 之后我们再进行下面的讨论 好的 你上来不是逗我玩的 没有 没有 所以你的回答都是真诚的 是啊 都是真实的想法 对吗 因为我们要找工作对不对 对 好 王杰来北京学化妆 学的叫高级化妆 高级是和低级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高级就是它是半年制的 普通的是 普通的就是化一些生活妆 普通的是多少制的 一般都是两周吧 一般是两周制的 高级就是半年制的 对 哇 马玉你们的行业也太 我也挺惭愧 好像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分 但是确实有高级化妆这样的专业 就是通常有一定化妆经历的人 然后再上一个研究研修班 他们就叫 对 高级化妆 因为马玉我要多说两句 大家知道很多国际的大品牌 像Armani啊 Cucci这些品牌 在中国来做品牌推广的时候 都是马玉做的总造型 是这样 就不起眼一个男的 但是干的事挺大的 没有那么大 我也是从这样开始 都是从这开始 但是难道但是不能这么马玉啊 咱们这个行业不能这么害人 说高级的就因为是半年就要高级的 对 所以我觉得会有那个市场混乱的问题 所以需要 对 不能因为学的时间长短啊 但是确实你上那班 当时就要高级化妆班 对不对 好 这里面说 来北京学化妆就是想当平面模特 是 在你平面模特你当过吗 没有 都失败了应聘 失败是什么意思 曾经应聘过 然后上学的时候嘛 应聘过 然后几次都被受骗了 几次都受骗了 对 第一次受骗是怎么受骗的 第一次去了之后 他让你拍照 拍完照交了500块钱 然后回去吧 等消息 然后等了NP也没消息 就上当 你去找过吗 找去 后来没找到三张 打不过他 第二次上当呢 第二次印象比较深刻 是 就是那是夏天 然后就是去那儿应聘之后 他说 带我们去见他那个公司的老总 把我们拉到一个小铺三村里边 等了有三四天吧 每一天我们都会问他 那个老总什么时候过来跟我们洽谈呀 他就说明天明天明天 到了四天之后 然后我从那儿认识的受害者嘛 我们四个 认为就上当了 就逃出来了 你们四个人 对 他们比我提前被骗两天 逃出来了 这交钱了吗 没交钱 没交钱 对 他们就是把我们留在那个小破屋里边 就是吸引更多的受害者嘛 好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呢 第三次呀 性质是差不多的 就去了之后拍照 结果也没什么消息 最后一次是那个去剧主应聘 去了之后 就是本来想在里面 就是做梦 能有一天碰到明星 然后自己怎么怎么样 最后去了之后给人家打杂 然后特别辛苦 最后也回来了 没什么结果 王姐你刚才用了一个词 做梦 是 你现在想做平面模特 是不是做梦 是不是你梦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 那你既然知道这是梦 为什么不回到现实中来呢 这一次来到这个节目 是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 那我想把这个问题这么问 如果今天招平面模特 没人要你 对不起 我说话狠一点 我很喜欢你 真的 说吧 那我换一种修辞方法 今天你来这 不叫没人要 怎么叫那么难听 失败了 你刚才说这是你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 对 以后 干什么 以后 就做生意吧 那是另一个梦吗 对 做生意是另一个梦 是 还给自己五次上当受骗的机会 所以说我今天就是想把我心里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 让就是老师们能 好 来说吧 第一个梦 模特 平面模特 第二个梦 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 那个三命的说 我是水命吗 做一些海鲜生意 水命的应该做海鲜生意 火命的做煤炭生意 木命的卖树苗 金命的呢 捣腾金子 那 瑞恩钻石 他们是做珠宝钻石的 这是什么命啊 金命的 您肯定是金命 好 应该做海鲜 这就是第二个梦 生意是想做海鲜 梦又破碎了 嗯 做什么 那就躺背窝睡觉吧 不是 反正 就凭我自己感觉去想 去说吧 嗯 没必要 就是说想的太多 就走一步算一步 我是那种比较 走一步算一步的那种类型的 你毕业了吗 嗯 毕业了 毕业了 所以现在就是在找工作的阶段 对吧 对 你有工作经历吗 除了那四次之外 有 做过什么 做过就是一年半的化妆师助理 然后终于熬到化妆室的时候 家里有事 回了趟家 嗯 回来之后 第二次来到北京吧 就是一下子变得 感觉不一样了 突然变得好像特现实了 嗯 所以说就没从事化妆师 从事的是什么 嗯 我感觉最适合我的在北京应该是 餐厅服务员 管吃管住 还可以存下钱 所以现在 你现在在做餐厅服务员 对 你今天是跟老板请假来的 是啊 他特支持我 王杰 你现在的工作真的是餐厅服务员 没错 每天都在做餐厅服务员 嗯 然后所以平面模特是你的一个梦想 嗯 于是你希望来非你莫属 看看能不能找到 我的伯乐 你的伯乐 嗯 如果找不到明天 或者说不管找到 啊 就是如果找不到 明天是不是还回餐厅 嗯 反正今天晚上回餐厅 啊 今天晚上回餐厅 要是找不到的话 明天还在不在餐厅做 这个 暂时还没想 还没想过 嗯 其实你就觉得今天晚上一定得有个结果 是 如果都灭了灯呢 都灭了灯 灭呗 有心理准备 不是 不是灭杯 我说的是 明天是不是还继续做服务员 嗯 是 如果灯都灭了 明天还甘心的回去做服务员 嗯 当服务员做到某一天 能够积攒一些资本之后 做海鲜 嗯 是 是这个意思吗 嗯 你思路太清晰了 好的 哈哈哈哈 好 王姐谢谢你 判我 真的 我今天 可以站这 我再近一下 跟做梦一样 啊不 不不不 我是真的 我千万别成为你梦的一部分 你 你那些梦呢 有点不靠谱 我是靠谱的 我是活的 是 很肉感 是活的 来吧 这就是 是谁 抱一下 来抱一下 加油 王姐要加油啊 嗯 这就是王姐 就是每一个梦总有一个起点啊 是谁是在你生命中第一个告诉你说做皮 你 你很适合做皮面模特 啊 谢谢 是刘慧普 他是第一个 他是第一个 刘慧普是第一个 不是 你们别着急 王姐有点紧张 你们太苛刻了 你们这些老板太苛刻了 来王姐 握着你的手 跟你说这个事 慢慢听了啊 嗯 刚才刘慧普说 你想做平面模特的这个梦 任何梦都有起点 最初是谁给了你信息说 你可以做平面模特 就是学画账的时候 我们同学都说 想陪你去做模特呀 到时候 嗯 我们可以看到你最漂亮的一面 然后他们老是鼓励我嘛 所以说就有这个想法 然后本来自己也挺有自信的 我觉得你心态很不错 嗯 而且有梦想是好事 我就怕你说这句话 陈欧 我没说完 我真的就在这舞台上 虽然叫非你莫属啊 但是咱们这不是梦想 我我我我我点慧普 就怕说 有梦想是件好事 我没说完呢 我说有梦想是好事 但是你现在不一定有足够资源时间去实现它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 人生应该有些导师 对吧 你相信一些人的话 你愿意做吗 我这话待会用灯来表示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同学对你说的话 你为什么那么认真去听呢 同学同事的话是不能信的 我想说 我觉得是这样 有的时候导师也难做 我记得少刚讲过 是吧 遇到很多有梦想的同学 想做演员 想做模特 少刚也看到了他的实际情况 但是真的不忍心说 算了吧 你别做模特了 你没戏 所以你就说有梦想是件好事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非你莫属呢 首先是一个收视率非常高的一个节目 在这里呢 我想说一个 说一个不要误导观众了 就是说年轻人 女孩别把无知当成单纯 当成天真 当成可爱 我在这很残忍的 真的我要说一句 我真听不下去了 我觉得不是说你现在还没达到这个条件 我觉得套用之前 咱们新思路有一位老板来这 今天条件真的达不到 因为你的脸真的不够小 真的 学雷大哥是我们今天 BOSS团里面最年长的一位 你给这个妹妹一个建议 因为我觉得 这位小妹 你自我感觉良好 这是很好的一件事 而且有这种自信 很好 但是我觉得呢 还是应该多学习一些东西 加深一下自己 提高一下自己 自己的内涵 因为你的 因为你觉得自己外表很漂亮 但是呢 一个人的美 一定呢 是从里到外 要统一了他才会美 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因为我也被他做到梦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有点私心的问您一个问题 瑞恩视频 现在要柜台的服务员吗 瑞恩钻石呢 是一直在招这个服务员的 营业员的 柜台的营业员 柜台营业员 对 要吗 我觉得 不是 你如果要去做柜台营业员 你去做一个钻石 知道吧 瑞恩钻石是国内一个很大的一个钻石 首饰的一个品牌 如果让你来做这个钻石的柜台营业员 你愿不愿意这份工作 愿意 也愿意 嗯 钻石是吗 对 你不想 你先不想钻石 比方说 就是一件衣服 让你卖衣服去柜台做营业员 你愿意吗 愿意 书 可以 就是说 因为不管是卖什么吧 感觉对自己是一种学习 充实内在嘛 嗯 好 刚才提示我说有照片看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呃 这是 什么时候拍的照片 前一个月吧 是 怎么想起来去拍这么一组 呃 因为今年是20岁想留一个纪念 20岁要给自己留一个纪念啊 啊 好 下一张 哇 然后为这节目准备的 我特喜欢我穿旗袍的样子 你这两张是哪张是为我们准备的呀 都是 哦 都是啊 嗯 哦 好 哇 尺度真是稍微有一些超出了我的 范畴 来 哦 没有了 没有 好 啊 呃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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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你讲个故事啊 来 就是有一天这个谎言和真实去河边洗澡 谎言洗完澡了以后呢 穿上真实的衣服走了 真实不愿意穿谎言的衣服 于是人们往往接受穿着真实衣服的谎言而不愿意接受赤裸裸的真实 刚才很多Boss团的老板其实虽然说的很很很特薄或者是其他一方面 但是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对于你来讲的一个现实 那我给你那个建议就是 其实你应该回去踏踏实实做你的服务员 你的目标是你的餐厅里头服务员做的最好 你什么时候达到这个目标之后 你自然有你的路 谢谢 谢谢小慧 我补充一句啊 刚才我说不能信同学同事的话 其实有个深层次含义 你记住啊 你身边的人 有些人会不负责任的对说一些你爱听的话 就跟我今天对你说 你真漂亮 其实你这身材不做皮膜可惜了 这是一种恭维 有的时候我们说话难听是难听一点 但是我们说的是真话 马玉有什么建议 马玉呢 是真的是和模特和时尚行业贴的最近的老板之一 马玉有什么建议 说句实在话 你没有做模特和艺人的天资 我觉得这里面是要有灵性的 就是说要有我们说的心相 有的人可能没有学过 但是他走上来 他举手 不像 对 他就很像 对 你为什么不坚持做化妆呢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有那个 我觉得你有天真执着的那一部分 是 你看得很准 我就是因为就是化妆师嘛 没有提供住宿 身上又没有钱 所以说就去了餐厅 对 就是说好 说难听点你有点傻 那这个傻我觉得是褒义的 就是说你总是轻信别人的话 所以你不断的上当受骗 对你应该把这个变成完好的那方面 就是你要执着的干一件事 对 我觉得你是可以的 好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学了半年的化妆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有一定的基础了 好 谢谢您支持我 谢谢各位的建议 注意 我相信在座各位的博士所给的建议 都是一种担心 不恰当的鼓励 对你来说是披霜 但是我其实倒不是特别的担心 其实大家注意到 他说他现在是在从事餐厅服务员 包括刚才薛总愿意给他 薛总谈到 如果有一个赚事的营业员 这样的工作机会 他也非常果断的说愿意接受 包括他说他后来没有选择做化妆师 说因为不提供 不提供 支柱 但可能化妆师是那种 part time的那种工作 所以我觉得从他现在的状态来看 他很清楚知道 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有梦想 只不过这些梦想 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早点击碎 他那个梦想 对他的生活更好 但其实他心里知道 其实在这段交流过程当中 大家更多是在给你建议 黄姐 而且又给你提供了很多 有可能的职业方向 比如说化妆师的助理 比如说钻石柜台的售货员 等等等等 但是我不知道 在我们这个讨论完之后 老板们是否愿意 继续把这个灯为你亮起来 盲来 要有心理承受力 12位老板要来决定 你应该继续还是离开 请选择 谢谢 刚才很紧张对不对 是 觉得12盏灯都会灭 对不对 为什么 就是想对我狠一点 别让我再做梦了 你觉得大家跟你说这些话 是为我好 真的 我来这节目就是 想听各位专家的忠告 真的 真的吗 好 12位接着 下来的4位 会给你更多的忠告 但是也许会更难听 你要向大家展示 天生我有才 咱们就别说那个 咱们就别说那个 平面模特的事了 好不好 咱们也别摆平面模特的pose了 好不好 对 想摆吗 不摆了 不摆了 比如说你做餐厅服务员 做了多久 现在就是在北京 做了4个月了 好 4个月 你在餐厅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 你最擅长的事情 或许是他们两个比我小吧 我管理还可以 管理还可以 对 因为他有个小孩 那你会不会 不 不要说管理 这太抽象了 有没有一些技能 比如说 我报菜名报的好 我俩 推荐一道菜推荐的好 推荐服务推荐的好 比如说我现在是餐厅的一位客人 我进来了 往这一坐 我说服务员 你推荐一下吧 不太熟你们这 你好 你想吃早餐是吗 我们的餐厅比较特殊 只开早餐 早餐还有送餐没有 只有早餐和送餐 那假设我现在打电话过来 送餐也不是只送早餐吧 是 也只送早餐啊 不是只送 是不是只送早餐 不是只送早餐 午餐晚餐都送 对不对 好 这会儿我给你打电话了 过你们若现电话 登登登登 喂你好 喂你好 餐天前你有 那个你们这都有什么好菜 推荐一下中午 两个人 两个人呀 你们下来吃那个套餐吧 这个套餐是比较实惠的 我们不去吃套餐了 我们就想让你送一下 推荐几个菜 特色的 特色的 那好吧 公报鸡丁 一项肉丝 还有木须肉 这三个都是比较营养的 对这三个是 就是烂大街的菜名嘛 能不能有一些 有特色的嘛 你有什么推荐 你有什么推荐 我推荐您就是那个木须肉 因为它确实是非常营养的 那个里面那个木耳 是对肾有好处的 还有一些 你真是一针就往人死穴上扎 那要是女生呢 就说对乳腺好吗 来好 我们继续啊 木须肉 来我不要木须肉 我不喜欢吃 我特别不喜欢吃黄花啊 木耳炒在一起的菜 那你喜欢吃那个比较辣一点的呢 还可以啊 辣一点可以啊 那就那个辣子鸡丁吧 我不吃鸡 不吃鸡肉 水煮肉片呢猪肉 还有没有 有没有有点 给我推荐一些 有意思点的菜 有意思点的菜好不好 就不是这么通俗的 你们饭馆就没有一些特色菜吗 你们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最拿手的菜 就是您最喜欢的菜 您说吧 我们可以按照您的意思去做的 挺好 好了 好了 我是替各位来做测试的 因为他是服务员 饭馆服务员 那我给你评价一下 你是一个挺不用心的服务员 我们那个餐厅 基本上就那样 不用你想那么多 就是送餐 然后早点没事了就 对 那送餐我也得点吧 是 你们那个饭馆 只有鱼香肉丝 那个木须肉 还有什么 公报鸡丁 只有这些 其他的没有 饭馆是几张桌子 几张桌子的饭馆 小桌子 26 26 80张吧 然后大桌子是三张 还有一个小包间 专门为领导准备的 谢谢 专门为领导准备的 好了 四位 到了你们 提问的时间了 马玉 我想问你 现在还热爱化妆 非常热爱 我从小就特别 特别钟爱时装秀 但我觉得你好像 什么都挺热爱的 当然我觉得 二十岁这个年龄 有这个问题 你好像什么都想试试 所以我怕就是说 比如我们培养了你很久 然后你决定 明天又回餐馆了 不会的 我来的餐馆是迫于无奈 好 慧布 我不能提供你梦想的工作 我只能提供一个现实的工作 就是客户服务 客服是干嘛 就接电话的 对对对对 接电话 就跟现在报菜名一样 去解答各种各样的客源 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它很稳定 而且能接触很多很有趣的人 但是呢 它跟梦想有关 稍等 所以很有趣的人 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们会员都挺可爱的 你就是那个签红馅的那是吧 还真不就是签红馅 是世纪家园的刘慧普 是的 是签红馅的 但是这工作不是签红馅 签红馅就是沐延 我们在县上都已经签好了 线下他们会有使用中的很多问题 客服 就是使用中的问题 接电话 明白这意思了 我觉得你升线还不错 但是记住 这份工作与梦想无关 只是跟吃饭有关系 沐延 感谢这个少刚刚才进行了一番测试 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电话客服的这么一个测试 我给你提供的这个工作 我们也是一家 百货网也是一家婚恋的网站 所以也是客服的工作 希望你能考虑 但是如果说那个马月给你化妆室的工作 我是坚决退出 我觉得你可以追求你的梦想 其实开始我也想给你一份客服工作 但我感觉着你的思维逻辑不是特别清晰 虽然你的身线确实非常好 如果是客服 我今天会觉得比较满意 如果你现在对化妆仍然是充满了热情 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份化妆品网络编辑的职位 也就是每天去写化妆品 为什么好 把这化妆品的优点推荐给我们的客户 陈勇你找错人了 你找错人了 你要让他把那个化妆品的优点写出来 文字能力怎么样 可以 我就是上学的时候暑假 寒假嘛 就是说兼职去做那个美容师 我说的那个文字啊 是写东西的文字 不是那个文身的文字 我的意思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化妆品 它的你功效了 各方面背景了之类的都可以吧 但是你写东西怎么样 写东西的话还行 就是 行到什么程度 针对于专业的一些东西还是可以写 你平时写一些文字吗 我平时画画不写字 这别微君 好了各位 四位 我们现在的交流开始变得越来越深层次 其实你们也了解到了 你们也了解到了王杰的能力 所以现在到了你们第二次选择的时候 稍等 我想说的是 王杰身上有特别莽撞的一面 但是王杰身上也有可爱的一面 也有好玩的一面 所以周老师 给我们的老板们什么建议 OK 在刚刚这个过程中 我感觉我们王杰 她是一个混合型的女孩 前者是梦幻 抱有各种各样的梦幻 然后后者又混了 为什么 因为当每个老板说给你什么工作的时候 你都答对了 你答的都是yes 只要你给我 我就yes 我觉得这个是充分的显示出 你第一个 没有任何的想法 头脑非常简单 第二个 你不要去为了你的工作 而负 就是这样去敷衍你的老板 我觉得这要负责任 同时还有一句话 我想提醒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职场的工作中 老板非常喜欢十年挖一口井的人 因为会出水 如果十年挖十口井 哪一口井都不会出水 老板不喜欢这样的人 好 这是建议 王杰 消化建议可能需要时间 但是现在 做出选择 我们不能等了 四位 第二次选择机会 你们会让王杰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陈勇离开了 马玉离开了 梦想走了 就剩下现实了 两家婚恋网站死磕到底 留下来的是两家 一直在各种场合 以各种名义 并且在各种可争吵和不争吵的话题上 永远都争吵的网站 那么你要把握机会和这两家婚恋网站 谈钱 不伤感情 所以 王杰 现在你要把握机会 他们都是牵红线的 在这方面的性质是一样的 刘总 牟总 谈钱的事 我不管了 自己来 牟总 您先说一下吧 我们客服的工资都是一样的 就是2500块钱一个月 然后有五险一金 然后每年发13个月的工资 谢谢 另外还要补充医疗 好的 首先我们这客服不是2500块钱的月薪 我们是2000 但是我们是机价制的 就是每天你要固定的 回复多少个会员 是有数量级别的 完成到100%以上的部分作为奖金 那么拿的多的话 一个月是500到800左右 所以跟他们数量也差不多 但是要辛苦一些 谢谢 另外就是 你看刘慧普他的风格 他们公司的客服的工作压力非常大 而且听说还没有什么解压的方式 我们公司的工作虽然压力也比较大 但是大家的工作氛围还是比较融洽 直接问 我想问的是 你今天穿这个黄色上衣会不会显得着那一点呀 这位女士 我想问你 你问我这个问题 跟你应聘有啥关系呢 你不要管应聘有什么关系 反正小姐人家现在还没进你们公司呢 可以随便问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就是为了能够招聘到比较好的人才 所以第一我装嫩 第二呢 我充分地体现我温和的个性 不是我只是 你是一个pose吗 因为我感觉你应该穿得更职业一点 他不是一个pose 他是一个 我们摆的是pose 他是boss boss先生 你应该穿得正直一点 正直一点 姑娘你别再说话了 越说我就越听不下去了 不说话了 王杰不说话了 好不好 好的 王杰不说话了 我希望你在做客服的时候 不要跟我们的客户说 我希望你能够正直一点跟我说话 王杰这样 王杰这样 因为刚才你专门谈到住的地儿的问题 你有没有追加问题 他们如果有住的话 应该就说出来了吧 有吗 没有 是客服 接电话的 每天可能面对很繁琐 很细小的工作 对吧Frank 在这种情况下 Frank你给什么建议 我第一点我想先问一下两位老板 现在是什么感受 我待会再跟我说 我觉得第一点是 你真的除了了解说 到底客服是做什么的 或赚多少钱 或什么之外 你先告诉我一件事情好不好 对不起 我知道我很乱了一下 你真的愿意放弃你的梦想 至于做这个吗 没有 我是建议你放弃 但是你会吗 你可以不给答案 这算Frank的一个提示和提醒 对不对 所以提示吧 所以你现在仔细考量 15秒的时间 然后你可以选择 世纪家园 或者百合网 或者你还想做化妆师 还想慢慢地从基层做起 然后对这两位老板 说谢谢你们 下次再见 仔细思考 15秒 选择世纪家园 选择世纪家园 你们的理由是什么 我比较八卦 因为我叫王杰 他长得像明星王杰 恢复我多问一句 咱们公司的客服也是有试用期的 对不对 没错 试用期是多长时间 试用期三个月 王杰 你要把握好试用期 因为如果你没有通过试用期 那么一切都要从零点开始 在试用期过程当中 你要学会说话走脑子 那个邵刚是这样 我觉得他就是个小孩 真的是一个天真烂漫 什么事都藏不住的一个小孩 其实我也会想 比如沐妍穿的衣服太黄了 但是我不会说 他就会蹦出来 但是我觉得什么呢 客服职位本来就是个基层职位 我们可以先从后台做起 比如说先回复信件 然后再到接电话 我觉得像这样一个 愿意从基层职位做起来的小孩 我们还愿意培养 你觉得你真的像王杰吗 太可怕了 好了谢谢 王杰谢谢你 要珍惜自己的工作 说话用脑子 不着急做判断 在把一句话脱口而出之前 让自己哪怕想一秒钟 好不好 我会记住您的忠告 加油努力 再见王杰 谢谢 十点多了 这是一个多么风波鬼绝的夜晚 在这个夜里 我经历了一个 现在做餐厅服务员的小姑娘 我经历了一个 让我怀疑自己的从业 是否恰当的小伙子 我经历了一个 用惊吓的方法 把别人叫醒的演员 我经历了一个 从日本回来的 不断地变换专业的女士 当然 我们还经历了一个挺靠谱的人 但是我希望告诉大家的是 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很宽容 我们宽容不同价值观 不同人生的选择 不同的主流 非主流判断的人 但是在职场上 我们相信 每个人都必须要有 自己的职业判断 才可能踏上自己 真正的职业路径 如果想好了 欢迎来这里 因为这里是非你莫属 感谢各位 下周见